好 這一集我們來看到是美國的海軍技術學院掌握到的消息 解放軍的最新型的我們來看到是096型的彈道核飛彈 潛艦首艦是已經正式的下水服役了 好 當時是在2023年的一個背景之下 衛星還只是拍到這艘潛艦停在三亞的一個基地 那現在根據了解這艘潛艦096型已經可以搭載多達 來看到是18枚左右巨浪三型的洲際彈道飛彈 那每枚的飛彈上面畫面上看到它還可以再攜帶6枚的核彈頭 然後射程的部分達到了12000公里 而且還能夠支援在這個冰層下面來發射飛彈 甚至是可以保持它的靜音的一個模式來做穿越 好 特別請教主編你如何看這個全球變遷之下 這個戰艦已經可以穿越到白頂海峽抵達北冰洋了 那現在096的部分 核潛艦你如何看 其實我們看到過去這個北極圈一直可以說是 美蘇兩強兵家必爭之地 那蘇聯它所發展的這個海軍戰略 基本上就是把它的海軍整個退縮到這個北極圈內 它的這個作為就是要讓北約的這個彈道飛彈潛艦 絕對不能進到北極海幹嘛呢 因為在北極海發射飛彈可以打到蘇聯任何一個角落 而且對於前蘇聯來講 它那個還不需要用到這些潛艦艦飛彈這個最大射程 所以同樣對美國來講 如果今天美國的這個潛艦可以達到這個北極點 去發射這個彈道飛彈的話 那它可以達到那個俄羅斯境內 那俄羅斯的潛艦在北極點發射飛彈的話 也可以達到美國甚至整個北美洲的這個每個角落 那既然096型它本身是一個核動力的這個彈道飛彈潛艦的話 其實它也具備了這個在這個北極下作業這個能力 這也是今天中國大陸為什麼要這個開發這個更新的這個096的 以及就094的這個後面這一型的這個重要原因 但當然你就說它要能夠順利的從這個南海的三亞基地 能夠一路航行經過整個第一島鏈 或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的這個海域 然後穿越白領海峽 然後進到這個北冰洋的話 其實說真的技術上不難 但是實際上這個難度可能比天還高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段美國它有非常 特別是過了阿劉申群島到白領海這一段 美國有非常密的這種水下聽音系統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 既然大家都知道北極是一個打飛彈最方便 然後射成最盡而且成功率最高的地方 那當然對於各方來說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如何防止對方的彈道潛艦 溜進北極海 那其實北極海你要從大西洋方面進來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但是從太平洋方面 就只有這一個白領海峽水道 那這個時候美國在這邊水下 布了非常密的這個水下聽音系統 而且這個東西等於說 你要從美國的這個家門口 因為其實白領海峽它非常非常的窄 那它大概我記得兩邊的快度 大概我印象沒錯 大概只有十幾公里而已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窄的海峽 那你說大陸的這個潛艦 能夠有辦法經過 從海南島出去要先穿過八色海峽 或者是穿越菲律賓 然後進到菲律賓海之後 在其實整個日本的這個琉球群島 美國也布有非常多的水下聽音系統 還要經過日本的進岸 然後進到白領海峽 然後進到北冰洋 這個難度就非常高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 它現在的這個核潛艦 特別是它希望能夠讓它這個核潛艦 具備這個戰略打擊能力 它其實真正著眼就是要希望 能夠它的這個核潛艦 能夠在渤海灣 因為渤海灣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是它的內海 它能夠順利的從山亞到渤海 然後在渤海內發射這個飛彈 因為它能夠打一萬兩千公里 一萬兩千公里 你從渤海去打的話 基本上也打得到 美國這個大部分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進到這個透過 經過白領海進到北極海 那個技術上 以這個潛艦本身 技術上的這個能力來說 是做得到的 但是實際上戰術上來說的話 它的困難是非常高的 好 土編我們來繼續來看到的是 另外極音速飛彈的這個計畫的 一個佈局方面 是來自日經亞洲的一個報導 我們來看到它是說 它會先來極音速飛彈 交付給美國的陸軍 作為長城極音速的武器 然後再作為這個交給海軍 來支援海基的戰力 那如果按照年限來做劃分 我們也大概觀眾朋友 從畫面上看到 他說2020年代的終極 先將會部署在 諸瓦特級多功能驅逐艦 然後再來在2030年初期 則是會部署在這個 維吉尼亞級的 核動力攻擊潛艦上面 特別請教主編你怎麼看 現在美軍也跟上了中韓 還有俄羅斯的腳步 來研究這項武器 實質的意義大嗎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極音速武器 美國並不是沒有在弄 其實美國在上個世紀 就做了大量的實驗跟測試 NASA有非常多的關於極音速的載體 相關的技術數據 但是因為後來美國碰上了一個東西 叫做反恐戰爭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所有的先進武器 在進到21世紀之後 幾乎通通都停頓下來 當然現在美國已經把他的腳 從阿富汗泥道中抽出來了 他希望能夠集中他的資源 趕快在高超音速武器這一層上面 能夠趕快在追趕上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但實際上我自己觀察 高超音速武器的確 它在戰術武器的層級上面來講的話 是目前來說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已經先在前的 美國其實也在後面 非常的努力地 將他們過去研究的成果 予以迅速的武器化 當然未來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當然首先會透過 這樣水面艦的步數 因為目前極音速的武器生產出來 相對來說它的體積會比較大 你要能夠步數到前艦上的話 相對的前艦上的這個 可以用來發射武器的這些 發射器 發射管 相對來說它的尺寸 都是比較固定的 要麼就是能夠打 戰斧巡弋飛彈的這樣一個發射管 要麼就是打彈道飛彈 就三叉戟彈道飛彈這樣一個發射管 所以它整體來說 你要能夠裝在前艦上來說 對美國來說可能的確是 你看為什麼會有2020年到2030年 這樣的一個大的差距 原因就在這裡 至於就是說你說美國 他未來是不是真的努力在 極音速這項武器上要來 等於算是補課 然後能夠補上過去跟中俄兩邊的 這樣一個差距 我相信當然也是 因為其實從武器的部分來說的話 的確美國現在的武器庫中 有太多可以作為應對的武器 但是相對來講 如果就是說當中國跟俄羅斯 也具有類似的這種 跟甚至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做這種高超音速的武器比較久 相對來說你在做這個毛的時候 自然你對這個毛你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這個時候如果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之間 在高超音速武器的防禦上 也領先美國的話 那對美國來說就是一件很頭痛的事 就是說它也必須要一定要有足夠的高超音速武器 才有可能去穿透俄羅斯對這個武器 或是中國大陸對這個武器 所設下的這樣一個防禦的這樣一個能力 你對於說我要有更多的毛來去刺破你的盾 那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當然要在這個地方 也要有同樣的這個 甚至更多的這個資源投入 才有可能扭轉它現在在高超音速武器上落後 然後去急於追趕 然後甚至要追上對方的這樣一個事實 是美國現在在急音速的方面要努力的追趕上中俄 那我們來看看它到底現在 它的成果到底是落後多少 是來自於美國航空的航天情報中心分析師 這位是麥考密克 他在眾議院的軍事委員會作證說 中國20年代的努力造就了它的領先地位 那其實美國的部分 它已經投資在這個高超音速的部分 其實也相當多的金額達到了120億美元 從2018年開始算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實質上是並沒有任何一款的急音速武器 現在正式的投入在這個當中 特別請教議員怎麼看 為什麼它始終在這個急音速的武器上 還是落後於中國大陸 不好意思 聽到美國落後幾個字 我就感覺到異常的欣喜 那麼通常輿論都會認為說 中國大陸方方面面都不行 但沒想到現在是由美國的軍方 高度的肯定了中國大陸在急音速武器上面 是領先的 並且給予了高度的肯定 其實美方對於大陸在急音速武器的擔憂 在2020年就已經開始了 當時的將軍米利 參議院聯繫會的主席 他就已經表達 擔心可能會有所謂的 史普尼克的這個時刻再度的出現 這是什麼呢 這是當時蘇聯第一次在人造衛星上超越美國 那你就可以理解 當美方的將軍用史普尼克 來形容急音速飛彈 急音速武器 大陸對美國的領先 就能夠知道美方對於大陸的一種擔憂跟恐懼 那當美方近年來不斷地在渲染大陸的急音速武器 大概約是兩種意圖 第一個不外乎是繼續擴大中國威脅論 哇 你看這個大陸窮兵獨武啊 破壞和平啊 就是講完一下大陸很領先之後 往往他們在會議當中還要再加兩句 大陸很可惡 破壞和平穩定 大概的 但是呢 誰最先開發 誰最先研究急音速武器的呢 就是美國自己 那麼美國呢 從2018年以來還投入了120億的美元 所以到底是誰在破壞和平呢 這說不住腳 那實際上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夠往自己的領域 來開發最先進的武器 是人之常情 那美國第二個層次 就為什麼他要不斷去講大陸領先 因為美國真的落後 一方面當然是自尊心不能夠接受嘛 你說落後什麼都可以 怎麼可以落後中國大陸 而且還是在美國過去自以為最了不起的 在武器的這個層次上 所以當然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在這個軍事的委員會當中 委員裡面的主席都說 我們落後中俄 這是當前國防最重要 要迎頭趕上的議題 而且再一個層次 就為什麼要不斷地講對面很強 因為美國在這方面真的太弱 怎麼個弱呢 就是如果我們翻開過去幾年 美方在急音速武器上面的一些實驗 最主要的是兩個項目 包含是空軍的ARRW跟陸軍海軍的LRHW 前者2021年到2023年 上半年五次測試 三次失敗 一次部分失敗 後者2022年到2023年 三次測試都失敗 所以在技術上都很困難 在解釋的時候都說 我們有重重的困擾 那為什麼大陸可以 但美國不行 美國華爾街日報自己的分析是指出 因為在美國前面的決策圈 舉旗不定 不確定到底要開發A還是要開發B